大家早上好 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绍一款美食 也算是我们湖北经济达气 我们湖北人很喜欢吃碱水面 碱水面的做法很多了 最有名的就是热干面 那么其次还有炒面 还有焖面 还有拌各种凉面 也可以用来下汤面 那么在外地 你很难买到这种湖北的碱水面 那么像这种 这一桶是500克 五桶500克就是2500克 那么这个产品 我一会给大家演示一下 看怎么做热干面 首先我们要把水烧开 那么现在我就用温汤的复吸水 来煮面条 是不是很奢侈 忘了这个换电池了 所以用这个打火器打 倒入温汤阵的复吸水 给它烧开 好 现在水已经开了 很快就开了 我们把这个碱面条下进去 量不要太多 根据你自己的喜好 你的饭量来下 这一桶是500克 手感很好 然后注意呢 这个碱水面 时间不要太长 时间太长的话 它会发软 口感就很差 等这个面条变软 然后体积稍微增大一点以后 就要关火了 要不然它会变软 就不好吃了 口感 因为我爱吃热干面 所以把这水倒掉 这个时候就往里面放 这个极品鲜酱油 然后放点老抽 放葱花 放腌菜 或者放酸姜豆 然后再放一点 最重要的就是猪油 如果你没有猪油呢 你放这个别的油也可以 如果你喜欢吃胡椒呢 再放点胡椒 放往以上这些东西以后呢 最重要的是放芝麻酱 那么我推荐这个福达坊 这是我认为最好吃的 用来拌这个热干面的芝麻酱 你拌的热干面如果不好吃 很可能你没有用对酱 我在家里的时候呢 已经把这个猪油给准备好了 随车放在冰箱里 是最香的 如果你没有猪油 或者不爱吃猪油呢 就放这个 沙拉油 或者其他的油 都可以 橄榄油都可以 注意啊 这个面 你不要再放盐了 因为它本身就有一点微咸 所以你割了这么多调料以后呢 千万不要再放盐 否则就很咸了 好啊 这个热干面就成型了 非常好 不论是色泽啊 还是口感都很好 一会把它拌匀就可以吃了 那么在吃之前呢 我还要做一点培根 还要煎一个鸡蛋 确保这个每天的营养 好 我的早餐开始了 可以准备吃饭了 这个面呢 是五桶一个包装 在我的微店呢 只卖21块钱包油哦 除非你是偏远地区啊 非偏远地区呢 21块钱五桶包油 大家要不要去尝一尝呢 好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